耶和福音跟unter勺 今天要继续《约翰福音》第一章 《道成肉身》的下半部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地有恩典、有正理 我们也见过它的荣光 正是赴独圣子的荣光 道是话语 是说话的内容 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 是上帝向人说话 传递信息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启示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卷书 名叫启示录 就是上帝向人说话的记录 事实上整本圣经 就是上帝向人说话的文字记录 自从有人类以来 上帝就一直向人类说话 用人类可以明白听得懂的言语 与人类沟通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上帝与人说话的最高峰 就是上帝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上 住在人的中间 这个历史的事实 基督徒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 就是耶稣基督 两千年前 诞生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 我们上一次 讲一章一到十三节的时候 我们的终点是放在道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我们的教点落在道的身上 今天我们的教点 稍微的换一下 放在肉身 肉身也就是身体 身体是道 身体是语言 上帝是灵 尽无肉身 但是他选择在两千年前 透过玛利亚 这个处女同真女的身体 像任何人一样 处置母腹 成为一个 有形有体 有血 有肉的人 道成肉身就是 上帝取了人的身体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上帝的一个启示 是上帝对我们说话 告诉我们有关人的身体 也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身体 得以认识它 经历它 所以我们的身体 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的工具媒介 它是上帝与我们沟通的语言 我称之为身体语言 身体语言很有趣 一个前FBI的人物 他写了一本书 What Everybody Is Saying An Ex-FBI Agent's Guide to Speech-Reading People 在这本书里面 我引用他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 我发现这是一种 我可以立即翻译和理解的语言 也就是身体语言 Body Language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将人体视为一种传达的信息 是一种的广告 一个人的广告牌 通过我们能够读的手势 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来思考 我学会了使用字体语言 来解读我的同学和我的老师 试图以我交流的内容 以及他们对我的感受 我注意到第一件事是 真正喜欢我的学生或老师 在第一次看到我走进房间时 会扬起他的眉毛 另外一方面 那些对我不太友善的人 当我出现时 他们的眼睛会畏畏的迷起来 对于这些的身体语言 我看过就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的身体能说千言万语 我可以这样说 道成肉身 与上帝之间所带来的 一个共同的语言 和关心的一些的话题 我们所人所关心的事情 不外是生老病死 如果身体能够诉说千言万语 上帝道成肉身 借着身体也在向我们 诉说千言万语 也许这个千言万语 我想根据人的经验 不外是生老病死这四方面 这四方面所谓的人生必经之路 其实任何的一方面 都与身体脱离不了关系 我们先提到圣吧 提到圣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受造的身体 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认知 我们这个蒙神所造的这个身体 是一个尊贵的身体 人的身体与圣俱来 就是由造物主所赋予的那种的尊严 这是上帝的身体语言 以某些宗教不一样 基督教的信仰 视人的身体为真实的存在物 它不是一种高度灵正的幻象 基督徒同时也认为 人的基本的组成 根据材质 可区分为物质的身体 以及非物质的灵魂部分 灵魂和身体虽然不同 但都是尊贵神圣的 身体部分按圣经所说 是上帝用尘土所造的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圣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从材质材料上来说 尘土是很普遍的东西 本身价值不大 所以身体尊贵的原因 神圣的原因 是因为造物主的缘故 因为他反映出 造物主的荣耀 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强调 神就造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造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这是人的荣耀尊贵所在之处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把神的荣耀尊贵 丰盛的本性 透过有形有体的身体的部分 完全表明出来 甚至保罗在《哥罗西书》 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 他心里赞美感叹 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什么呢 有形有体的 基督在基督里面 也就是指道成的肉身的基督 将神的丰盛 神的造物的那种的荣耀 完完全全地彰显出来 我们的身体 不只是收造尊贵的一个身体 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 受造奇妙的身体 创造表示是一种 有意图的目的的设计 上帝是伟大的身体设计工程师 祂的设计高度的精密 完全无法复制 世人想到自己身体收造的时候 那种的独特奇妙 他也经不住赞美 歌颂上帝 他说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所以即使是人 他不是基督徒 他也留意到人的身体 受造的奇妙 那这个有名的诗人 Emerson 他说到 人体是一本有关发明的杂志 是一所专利局 是所有模型 及每一个启发的根源 它是有关发明的杂志 从身体 从人体 我们看见 这一本的杂志 所表扬的 就是这位造物主 他造人的身体的奇妙和精密 人没有办法完全复制 上帝所造的身体 即使他们 愿意尝试 因为这是一所专利店 这个pattern 是完完全全属于上帝的 所有的模型 和每一个启发 有关人体的认知 有关人体的认知 创意 发现 他的专利 通通都要归到 这位造物主的身上 我和我太太 是在大学的时候 念飞机设计工程师 我们在那时候信主 毕后我们成为同事 一起设计 这个喷设计 我们甚至工作 灌负人命 因为上到天空 所以飞机的设计 一定要求什么呢 精密 尽量无学可及 但比起人体的奇妙 那种的精密的程度 飞机是远远不及的 在我们当中 有当医生的 中医系业也好 有做生物科技的 管理的研究的人 你们最清楚 人体的构造的奇妙 那即使我们不是 设计工程师 不是搞生物的 也不是医师 但是我们每个人 都会知道 我们身体的奇妙的构造 最近芝加哥 进入春天 常常在下雨 对不对 你想想一下 当你在外面下雨的时候 你没有雨伞 还好你没有想到 你的鼻孔 还有你的耳孔 都不是朝上的 否则 鼻子耳朵同时灌水 你即使动用双手 你咽得住鼻孔 也咽不住另外一个耳朵 你只有一双手 四个洞 你怎么咽呢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他的造身体 是很奇妙的 都在传达上帝 是一个奇妙的造物主 我们的身体 取切是这个造物主的一个奇妙的构造 我们不得不赞美 感谢 我们的身体除了是尊贵 奇妙 我们的身体也是美好的 当上帝完成他的创造时 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包括我们的身体 道成肉身是上帝 进一步对我们身体的一种的肯定 初代教会受到弱势底 这个哲学运动的冲击 错误地认为 所有物质 包括身体的本质 尚是邪恶 不好的 以致他们否认道成肉身 即使不否认 也贬低身体的价值 教会今日也要谨慎 接近好几年的这个疫情 我至今回想的时候 那种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想到这个身体 当时百姓们 在日常的生活中 要穿在这种抗疫 防护疫的画面 好像每一个人的身体 都成为一种生化武器 人能闻自看自上胆 最好不要靠近我 这样的一种的抗疫 的三年多四年的生活里面 也许渐渐在我们心中 对身体是恶的 也无形地产生了 这种下意识的概念 我们不只是如此 我们对于实体的聚会 也冷淡处理 我很感谢神 星期五团去 我去的时候 他们都有实体的聚会 刚刚进来的时候 人刚来嘛 就凡事一切顺服 就是网上视讯上 聚会也OK 那现在几个月了 有点大胆的 请问团企 可不可以实体聚会 牧师来探访的时候 能不能破例实体聚会 感谢神 梁山的小组的弟兄姐妹 他们上周五 让我们 就是海英开放他的家 让我们能够实体的聚会 一起的读经 一起的祷告 这种的团契 实体的聚会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 上帝所造的 这个美好的身体 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实体 展显出的那种的美好 打个叉 实体聚会很有趣 那天聚会的时候 这个小玉姐妹 就看见我脸上 这个 她就问我 脸上怎么了 我就说 长了青春痘 实体聚会的好处 脸上长了青春痘 今天早上 我跟师母说 我好像那天说错了 长青春痘 是我二十三十岁的时候 说的 今天应该把青春拿走了 就长痘了 青春与不复在了 痘还在 实体的聚会 就是有这种的可爱 我们实实在在 聚会的时候 我就想到 有时候实体的时候 我看见弟兄姐妹 看见 你的手怎么样了 你的脚怎么了 你的脖子怎么了 这里痛 那里痛 那种的关怀就出来了 那种借着身体 对身体的一种关注和关怀 就出现了 我很高兴 也很期待 我们牧师 长老 还有执事们 同性 要让我们的祷告会 重返实体 所以我们又重启 我们的实体的一个祷告会 虽然是 视讯同步进行 但是五月一号 我们要重新的 回到教会的小礼拜堂 一起来到祷告 一起在上帝所造的 这个美好的身体 来开口 一同的来到祷告 我们对身体的 这个受造的美好的观点 说真的 在受到不断的冲击和挑战 我们发现 调查现代人对自己的身形 外形 极不满意 这可以从很多人 光顾非医疗性质的整容 整形 成熟的人数 和所花费的庞大的金额 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我就想到在疫情期间 温咖啡 我喜欢看他的 他应该不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说话很有梗 都让我灰心一笑 他说了什么呢 看不好你的人很多 觉得你不好看的人更多 令人讨厌的你 就是口罩遮住一半 还是很讨厌 我就想到 这个人也是蛮有道理的 说的 觉得你不好看的人 也许更多 那我不晓得你对自己的自我形象 觉得怎么样 到底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同感 我就发现 当我们回到世讯的时候 无论是祷告会团契 即使我现在神学院的收课 也都是用世讯一种上课的方式 虽然我多次的鼓励 多次的提醒 但是往往世讯上课的时候 还是很多 人是没有脸见人的 没有脸见人 就不打开私信的 所以真的是只能说 没有脸见人 到底是怎么又回事呢 是觉得你不好看呢 还是觉得你打开了 人家觉得你很讨厌呢 不晓得 但是我就觉得 商界其实很卖力地 在打造我们对外形的不满 甚至产生厌恶 媒体 电影 明星 从路旁的大型的广告牌 或者手机上常常出现的 这种小屏幕上的广告 无时无刻都在宣传着一种的意念 就是他们要推销和身体 和审美标准有关的一些的东西 而是按照他们的标准 他们常常在告诉你 你的身体不好 你的样貌不行 你常常的要推销 无论是什么的美容品 甚至是整容 我觉得甚至是衣服 鞋子 这些外在外形的东西 我们的孩子 在这方面 其实受很大很大的压力 我们做家长的 是要时刻地提醒 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所造的 上帝看这一切都什么呢 甚好 是独特 奇妙 无比的好 上帝的眼中的美 是一种身心灵 整全合一的美 这种的美来自于 我们接纳 并且欣赏自己的身体 是上帝所造的 来自这种 所散发出来的一种的自信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美人 就是这种的美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受造的身体 除了是尊贵 奇妙 美好 我们的身体还是荣耀的 但是你没有发现 这个身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上面 很多所经历的 有很大的一种的张力 因为如果身是我们 人生的一部分 但是也许极大的一部分 极有印象的一部分 是老 病 死 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 老 病 死 告诉我们的是一个 受苦的身体 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身体 语言 他是不是也有 在这方面对我们有话说呢 是不是在人所经历的老 病 死 道成肉身 也有千言万语呢 我先想到的就是保罗 提到 基督徒肯定身体受造 是尊贵 奇妙 美善的时候 但是我们并非天真的否认 或者是以RQ的精神 去对待我们身体的 另外一种负面的声音 或者是老 病 死的 这种的光景 使徒保罗非常地正视 身体所发出的痛苦和声音 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贪惜劳苦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 圣灵触节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贪惜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数 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 这些年来 一切受造物的身体 还有身体所寄住的 这个地球的整个的环境 所发出的贪惜和声音 是有证无减 包括基督徒在内 就是包括保罗在这里所说 这些有圣灵触节果子的基督徒 我们也贪惜声音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教会里面 在与牧师长职的对话的过程中 包括在祷告会的周报 或者在其他的周报的带导事项上 我们最常发现的就是 以衰老的身体 疾病残老的身体 被死亡 威胁的身体 这些的带导事项有关 即使是我们的周报 我们的带导事项 都在时时刻刻 发出这种贪惜劳苦的声音之声 这是一个受苦的身体 这是一个受苦的教会 难怪 有的人 哲学家 说到我的身体 我的地牢 难而我的公园 和我的宫殿 你看见这种的张力吗 我的身体 有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地牢 捆绑我 这些的疾病 这些的软弱 这些的死亡的威胁 有时候我又觉得 我这个身体很好 受造奇妙 受造尊贵 受造荣耀 仿佛公园 和宫殿 小时候 我们家比较穷 房子很小 我的同学 的房子都很好 所以我喜欢到他们的家去玩 但是我心里非常的自卑 我不敢邀请他们到我家来玩 因为我怕他们看见我家的房子 是那么的小 那么的卑微 有时候 我们 也许也是像 我小时候一样 看待我们的身体 若不是地牢 也不过是一个臭皮狼 好像 没什么价值 甚至不敢让人来 但是我就想到有一句话 中文里面 他提到什么呢 利林什么呢 寒色 逢必 生辉 是的 我们的身体 是寒色 你觉得吗 那样的卑微 那样的软弱 那样的不堪 但是我想到耶稣基督 取了什么 人的身体 这个会朽坏 老 病 死 痛苦的一个身体 我总觉得 基督道成肉身是 利林 什么 寒色 有时候在人生的身体的软弱的时候 也许带给我们一种的安慰 就是基督道成肉身 利林寒色 逢必 什么呢 生辉 耶稣不嫌弃 不嫌弃我们人的身体 的软弱 祂取了人的身体 凡事与人认同 和认可 所以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想到 逢必 圣会 道成肉身 逢必 圣会 我们星期四的 牧师与长老的 这个会议里面 我们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弟兄姐妹身体上面的软弱 病痛 我们看见那种的需要 我们看见我们教会 包括我们长直在这方面做的不足够 也许我自己个人的反思 是不是受了那种身体是臭皮狼的概念 其实身体是神所造的 是很尊贵的 是逢必圣会的 是不是我们领袖团队能够在这方面 能够为多位弟兄姐妹的身体 软弱的时候 能够祷告 能够安慰 能够扶持 能够提醒 道成肉身 利林寒色 缝闭 圣会 能够提醒的就是 这是一个善恶交织的身体 信仰如果是真理的话 它必须能够面对现实生活中 特别是人类既美善又邪恶的张力的现象 能够提出合理的解释 整本的圣经基本上就在处理这个问题 我冒着过度简化问题的危险 在这里很精简地提出基督徒 对于老病死的回应 原来上帝所造的荣耀奇妙美好的世界 是没有老病死 而是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 老病死 像那尾随着罪闯进房子的不处之客 留下在房子里面 他就言难得好像主人一样 支配我们的人生 所以保罗说到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对于上帝的善和美 以罪人利用上帝的良善 包括他所造的身体 去行种种的恶 在这两件事情上 所显现的那种的张力 保罗也有很深刻的感受和体会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 断付不是 叫我死的乃是罪 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 就显出正是罪 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的 保罗深知这种的张力 身体的美好 但是身体的软弱 甚至沦为罪的权势 使用神所造的身体 行恶 所以我总想到保罗 对于善恶交织的这个身体 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问题来问 手术道落在谁的手中 手术道落在谁的手中 是良意的手中呢 还是一个恶人的手中 是一个杀人者的手中呢 还是再是一个义生的手中 手术道落在谁的手中 身体是神所造的 就好像手术道造出来 原来是为行善 为抑制 为造就人 为帮助人 但是身体落在罪的权势 恶的权势的手中的时候 也会沦为一个杀人的工具 行恶的工具 这个工具需要蒙神的救赎 所以保罗有提到 这个身体是一个需要救赎的身体 在职场多年 特别是我们这些管理层的人都知道 看见问题所在 并且提供合理的一个解释 是一回事 但是能够针对问题 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又是另外一回事 甚至是 那是我们更关心的事情 道成肉身是上帝告诉我们 这身体的本质是好的 但因着罪的败坏 他成为了一个受苦的身体 承受老病死的痛苦 他是有生命气息的同时 也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 有为他原本被造的目的和本意 所以他在身影的时候 切切等候救赎的时候 恢复他原有被造的尊贵和荣耀 身体在本质上是受造美善 但是却被罪败坏 即利用他来行恶 所产生的一种的冲突和争战 在这场战争里面 保罗宣布战争的结果 但我觉得 自体中有另一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顺从自体中犯罪的律 我正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主耶稣 基督就能脱离了 可以肯定的是 保罗必定想到 死后复活的这个身体 那将是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 不过上帝的解决方案 不是马上让人更换这个身体 而是人在活着的时候 在被罪败坏取死的身体的时候 这个身体会注入一股新的生命气息 从此人不只是向往 收造身体原有的荣耀和美善 他而且还有一种的能力 能够去使这个身体行善 让这个手术道恢复 他原来的目的 行善 基督徒称这股生命气息为圣灵的能力 这个道路称为成圣的道路 这个路程的起点称为什么呢 重生 圣灵的内在的居住所带来的能力 在我们这余下的人生的道路里面 成为一个成圣的过程 使到这个身体能够顺服 在神的掌权下 能够行善 这条道路总得有个起点 这个起点也就是基督徒所说的重生 用这个图画来表达 也就是说 圣灵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在这个身体里面 是好像这个汽车的引擎 它能使我们有能力 这个引擎之外 还有这个GPS 能够带领我们往一个成圣的道路 使到这个身体能够为主所用 这个起点就是重生 这个道路就是成圣的道路 所以圣经说 而里竟同有血肉肢体 它也照样成了血肉肢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 而成为卢仆的人 道成肉肾为人类的身体 打了一场漂亮的征战 耶稣在世33年 有形有体的生活 不只是活出一个没有犯罪的人生 更是借着他的身体行善 借着他的身体救赎世人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死后身体复活 借此宣布我们蒙救赎的身体 是可以行善的 罪在他身上没有权势 基督徒面对死亡也不会恐惧 因为知道这朽坏的肉肾的死亡 将来必要带来复活永生的身体 我就想到在人生里面 这个身体除了可以成为一个手术 行凶的手术道 也许它也是成为一个地雷区 怎么说呢 你知道每二十分钟 在人类所记住的地图上 过去的战争 或者是新的这种的战争 埋下的这种的地雷 数量之多 每二十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什么了 埋下的地雷 许多的专家认为 如果不重新种这个额外的地雷的话 需要有一千一百年的时间 才能清除整个世界 之前所埋下的地雷 因为这样的缘故 1998年 这个日本人 他很有趣 与公先生和他的团队 他看见地雷的可怕 他就完成了第一辆排雷 圆形车 这是一辆装备了硬杠防弹玻璃 和旋转切割剂的重型车辆 他可以在挖地雷的同时 他也能够开阔这个土地 你可以想象这部车进到柬埔寨 进到辽国 在那些地方 埋下了过去战争时很多的地雷 他一方面帮他破地雷 一方面他也能够帮他更地 所以把一个地雷去 渐渐地变成一个除了安全的土地 还可以变成一个校园 可以变成一个稻田 可以变成一个果园 可以在那里种树 种花 他这个圆形的车子 帮助了许许多多 渗受地雷 这个搅扰的 或者是捆绑的 这些地区的人民 我就想到我们的身体 到底是地雷 还是果园呢 我们的身体语言 到底在家庭里面 在教会 这种的身体 这种的语言 是敌对 仇恨 还是冷漠 轻视 这个身体 可以成为一个地雷 但是他也可以 成为一个什么呢 果园 你想想看 我们的教会 现场有200多位 如果都是地雷的话 牧师也不敢下去了 但是如果我们都成为 开发 成为一个果园 能够让这个身体结果值 所造就人的话 用这个身体 散发爱的语言 在这个家庭 在这个职场 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想会截然的不同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有这个能力 能够使用这个身体 为主所用 结果值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这里 在你的面前 恳求你 借着这段经文 道成肉身 再次提醒我们 你已经战胜死亡 耶稣道成肉身 买属我们这个身体 让我们恢复 这个荣耀奇妙美好的身体 让我们今天在 虽然是老病死的 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能够使用这个身体 为主成就美事 让我们这个身体 能够成为一个行善的工具 不是一个地雷 更不是杀人的手术道 愿主使用我们 无论是身体 还是身体的语言 我们给人的就是安慰 鼓励 看见主的爱 看见罪在我们的身上 再也没有权势 看见病死亡 在我们身上 也不再有恐惧 我们感谢你 我们将祷告 祈求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最后我要请 大家一同来 做这个祷告 这个不只是 对于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 这个祷告 让你能够走出 很重要的一步 重生的 第一步 进入成圣 能够使用你这个身体 能够为神所用 我们基督徒已经 踏出了第一步 在成圣的道路上 愿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说到 求主管理我们的一生 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 我们也立志在神的面前 能够使用我们的身体 能够行善 为主行善 好 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同来 用这个导文 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愿意认罪悔改 打开信门 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赐下性的生命 做你的儿女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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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